我們今天的BANAPI主角 現在是用這個系列 R40CPU的BANAPI M2 Ultra 就是M2U M2U上面呢 我之前一直搞了很多東西 搞OpenCV搞什麼都搞 搞不太好 它用Image就是綁了 跟以前的Ubuntu 15.10 好像有點不搭 後來我就開始去尋找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等等的 那我在這上頭有找到一個SimpleCV 是跟OpenCV還蠻接近的 以前我有用過在Raspberry Pi上面 那SimpleCV的安裝它本身的步驟 我後面會把它貼出來 然後我們呢 先執行看看 如果你SimpleCV 執行得起來的話 它有一個Console 你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1.3.0 然後Share 這時候我們呢 做了 把那個一個檔案 2檔 把它摟進來 把它摟進來 然後顯示出來 你這時候如果可以看得到這個2檔的時候 基本上代表說你這個 SIMpleCV的系統 現在是在運作之中的 那你如果說你要關掉 Ctrl D Ctrl D Y OK 那我在我的這個 末路底下呢 我做了一個最簡單的範例 就是它可以抓我的那個 照相機 USB卡梅拉 那目前我們測的結果 就是M2U上面的那個 Onboard這個卡梅拉 如果用這個 Onboard的卡梅拉 去讓SIMpleCV抓 我發現它有時候會 Core Dump 就會掛掉 可是如果說 要是用USB的卡梅拉 目前還不會 所以說 我們先用USB的卡梅拉 然後我們再來看 後面我再來看說 那個 Ubuntu MAT16.04 就是它的上頭的這個 為什麼會有Core Dump的現象 那 一樣 這個城市 如果你一跑起來的話 應該你的卡梅拉 會幫你拍一張照 然後就結束 好有了 齁 再看一次 有 齁 好 齁 那這支城市 基本上還蠻簡單的 因為SIMpleCV 其實呢 它把這個 很多的一些物件 把它也封裝起來了 那我這支也是用Python寫 因為我是Python Python的粉絲 好 然後我們就是 把SIMpleCV裡頭 卡梅拉D10.04 1米舉 把它抓進來 齁 然後之後再把它 Incidence 化 最後再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它的物件 更新進去 這樣就OK了 齁 那這個是一個範例 就是說 我們在 M2U下面 我們一樣可以 有這個 基本的這一些 Machine Vision 機器視覺的 辨識的一些 那個做法 好 那後面我們 為了要提升效能 我們的1米舉 可能還會再繼續去更新 謝謝